一个人真正见过世面 不是仅仅披荆带淫 周游世界 而是在越近繁华之后 反扑归真 内心变得精神内敛 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无常 见过荣辱 使过真修 见过世界 才能够真正理解生命的真谛 保持内心的平和和淡定 真是身边的一切 并且能够真正理解生命的真谛 而且不被外界的变化和挑战所击倒 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内涵 有修养的人 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变化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坚定和勇敢 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内在修养 真是人生的真谛 不被表面的物质和光纤所迷惑 只有当我们能够反扑归真 保持内心的平和和淡定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悟生命的真谛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不让生命留下遗憾 淋腰前些天 俨然韩雪又上微博热搜 这一次 不是因为她可以一人分饰八角的演技才华 而是她与众不同的择偶观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韩雪和其他几位女明星一起聊天 聊到了各自的择偶标准 在场的几位女性朋友或是钟爱帅气的硬汉 或是偏好软萌的鲜肉 韩雪却说 我喜欢看过世界的男生 不喜欢对世界还蠢蠢欲动的男生 其他人听到这话很是不解 于是韩雪接着解释 因为只有读懂过生活 看过世界 你才会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东西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作为节目嘉宾的女性作家苏秦立马补充 这就是见过世界的女人的择偶标准 出道18年 除了演戏 韩雪始终游走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活成了演艺圈的一股清流 学英语 控科技 配音 读书 旅行 见世面 清新寡淡 却又趣味盎然 苏罗说 把一切不属于生命的内容剔除 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 见世面就是风迎生命 在剔除杂扰的过程 越是见过世面的人 欲望越少 零二在电影抄体一开头 塞缪尔教授就说过一句话 比起存在 人类更关心拥有 在还未曾见过这世间的广袤与繁华时 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越越欲试 蠢蠢欲动 想要去征服所有 去掌控一切 但当你见过的世面越多 对世界的感知越深刻 对自己的认知越清醒 明白了几之所欲 几所不欲 也就懂得了接纳 懂得了包容 懂得了拒绝 懂得了取舍 就像年幼的孩子 酷爱色彩 斑斓味道甜酸的饮料 但冒蝶的老人 却更重爱寡淡无味的清水 人间至味是清欢 李嘉诚一生身价千亿 但一套西装会穿十年八年 十双鞋子 至少五双是旧的 戴的手表 也只是市价一千港元的西铁城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 穿的也只是最普通的T恤牛仔裤 开的是不到两万美元的车 最常去的就餐场所是麦当劳 红艺法师李淑彤出生富贵之家 是最早出国学文艺的留学生之一 但他每天的餐食 就是一碗白米饭 加一碗水煮白菜 一件僧衣 缝补了224个补丁都还在穿 见过世面的人 会给思想做加法 给欲望做减法 03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 选出一位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 那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村上春树 年幼时广泛阅读 年长后到各地去旅行 他是一个开过酒吧 卖过咖啡的全职作家 一个高产自律的跑步达人 但却选择了一条山繁旧简的人生路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 到厨房里热一壶咖啡 倒进大大的马克杯里 端着杯子 在书桌前坐下 打开电脑 然后开始左思右想 服按工作四五个小时 到了下午就会外出跑步十公里 或者游泳一小时 然后读读书 听听古典乐和爵士乐 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重复这种简单的生活 村上春树的书桌 有人曾问他 这种重复式的生活不无趣吗 村上春树说 我能感受到非常安静的幸福感 吸入空气 吐出空气 呼吸声中听不出凌乱 少欲则心静 心静则是简 他身居简出 不混圈子 先接采访 怀抱心爱的猫 专心写作 坚持跑步 累时听歌 品酒 只专注于自我的世界 让头脑和身体保持健康 陪跑诺奖多年 媒体和读者为他爆汗 但村上自己的态度却是随意 他说 写字我是喜欢 却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 活动之类的 相较于成名获利 他更享受匿名性的悠然自得的生活 若讲远远没有读者重要 见过世面的人 能够挣脱繁华虚妄的羁绊 拥抱明确而简单的生活 一单时 一瓢瓶 不改其乐 零四有一档真人秀节目 在豆瓣评分 高达9.4 76%的观众 给了五星好评 这档节目叫 笑丽家民宿 把从娱乐圈隐退的 韩流女神李笑丽 和丈夫李尚顺 在几州岛的家建造民宿 邀请陌生旅客 来录住李笑丽夫妇的田园生活 李笑丽是什么人 她是韩国初代女神 是国民妖精 用她自己的话说别人都经历过折服期 我却是一睁眼就红了 现在 韩流圈当红的明星艺人 都把李笑丽奉为女神 魔鬼的身材 天使的脸 风靡全亚洲 但就在五年前 她做出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举动 退隐 并选择了一个全天下都反对的丑男人结婚 很多人都不解 李笑丽有名 有钱有才有貌 怎么会选择一个长相丑陋名气小的音乐家 还愿意为了她去几州岛定居 远离名利场 她说 哥哥丈夫不食人间烟火 而我只有钱 于是她放弃了名和利 陪着那个丑男人一起去过两人都最想要的生活 看着他们的日常 那就是理想的soulmate 豆瓣网友爱可听可读说 猫在桌上躺着 狗在床上握着 窗外是我们的田地 趁起喝茶 做家务赶集市 你做饭我喂狗 嫁给你就是为了和你说一辈子话 一天叫二百次 欧巴的李笑丽真迷人 他见过了沧海横流 更享受岁月静好 米开朗其罗说 美 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 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明白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华语美食不过如此 金钱名利都是云烟 素于剪裁是人生的本真 林武王家为在一代宗师里说 人这一生 要见众生 见天地 见自己 见了众生 明白了众生相 所以宽容 见了天地 体会了伟大与渺小 所以谦卑 见了自己 感受了本我和真我 所以豁达 知乎网友说 我以为别人对我谦卑 是因为我很优秀 慢慢地我明白了 别人对我谦卑 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 见识多的人 更懂得尊重别人 对人恭敬 其实是在庄严自己 世面见多了 眼界就宽了 心胸也广了 格局也大了 欲望就少了 就像朴树在歌里唱的那样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 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十年前 他唱《生如下花》 世事未经 少年意气 说生命要如下花般渲滥 十年后 他唱《平凡之路》 见过绚烂 成熟沉稳 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唱歌的人 至真至诚 听歌的人如痴如醉 当你明白无常 你就不会张扬 当你见过荣辱 你就不会彷徨 当你识过真修 你就不再垂涎 当你见过世界 你就不再仓皇 看一个人 有没有见过世面 不是披荆带淫 周游世界 而是越近繁华之后的反扑归真 精神内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怜里那些让我